大家好,我是好了,我是張慶珠,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您是主播的,想在美國做貿易,做電商的 我想給大家一些建議,您在美國做生意之前 首先考慮到要用美國的公司去做生意 您要用美國的公司做生意的話 你首先考慮到這個公司要住在美國的哪個州 那美國是一個州的,住在哪種公司類型 對您來說,從法律上和稅務上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您在美國做生意的話,美國是個法治國家 您的註冊中和您的公司類型 都決定了您將來公司有法律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打理官司 從稅務的角度來上,你如果要賺錢的話 您是不是要想交最少的稅 如果有更多的錢,能夠救一個人來,對不對? 在美國呢,如果您在美國沒有實際的一個辦公廠物 你不可以找實際的員工的話 我還是建議您在美國 把公司就設置在免費中會比較滑 在美國免費中就包括那個什麼,阿拉斯加呀 是吧,佛羅里達呀,內華達呀, New Hampshire 還有South, Utah, Utah, Tennessee, Texas, 德州,華盛頓州,華盛頓州 特拉華州,它不是真正應用上的免費中 它不是的 雖然它不是真正應用上的免費中 特拉華州沒有實際的日年場地的話 沒有員工的話 你是不需要在那邊交它的消費稅啊,週稅啊, 營業稅的,這個其實相對比起來 所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它比那個特拉華州還更加不划算 所以為什麼說 特拉華州不是真正應用上的免費中 但是它在美國來說 它是最受歡迎的 美國百分70的公司都會住在特拉華州 但是很多人都現在變得很聰明了 從保養稅務上講過來說 都會保養住在特拉華州 很少,當然呢 有的人就想住在家之後 你會,當然呢 這是他自己要承擔戶校稅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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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